苏黎世是瑞士第一大城市以及苏黎世州的首府,是全欧洲最富裕的城市。 由于这里聚集了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亿万富翁,所以苏黎世又被称之为欧洲亿万富翁都市。 其实不只是苏黎世,整个瑞士都可以说是富的流油。 那么瑞士为什么这么有钱呢? 瑞士是一个平级而多严的小国。 国土面积仅相当于美国缅因州的一半。 作为一个内陆国家,它可以说是世界上自然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 没有石油,没有煤炭,甚至在农业方面,它的气候和地形也不太适合大多数的农作物耕作。 三百多年以来,它没有卷入任何一场欧洲的战争。 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哪一个侵略者会对这块土地产生兴趣。 可是,瑞士人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民之一。 按照国民人均所得来看,它相比于美国、日本这样的经济强国一点也不差。 瑞士法郎也是世界上最强势的货币之一。 那么瑞士人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因为他们天生就是最聪明的投资家、投机者和赌徒。 苏黎世投机定律这本书呢,就是要告诉你如何像瑞士人一样去投机赚钱。 听起来,好像这本书对每个人都适用,因为每个人都想赚钱。 可是呢,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去赌,或者说是否善于去赌。 对于这一点认识的不同,造成了人们在现实当中有很大的差异。 许多人都希望自己富有,但是却很少有人愿意去赌。 这些呢,其实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也是毋庸置疑的。 因为我们所接受的许多道德观念都教导我们,冒险是愚蠢的行为。 一个明智的人不应当去对超出自己承受能力的事情去下赌注,一种安定而无聊的生活应该是更好的选择。 其实呢,咱们每一个人都懂得权衡得失。 如果你听从以上观念的尊尊教会,反对投机或者是赌博,那么这本书呢,对你就没有多大的用处。 当然,除非你愿意改变自己的想法,如果你不在乎承担合理的风险,或者有更大的冒险精神,那么这本书正好适合于你。 苏黎世投机定律啊,这本书当中所讨论的风险与风险管理的真知灼切,值得你认真地去学习。 它一定会帮助你在投机当中取胜。 你所得到的一定比你想象当中的还要更多。 总而言之,它会使你富有。 这本书被投机做了最广益的诠释。 那么在本书当中,我们会时常提到股市,但是呢,却又不仅限于此。 书中的各项定律也适用于期货、艺术品投资、不动产投资、日常生意甚至是桌牌上的游戏。 总之,这些定律将指引你在金钱游戏当中获得更多的收益。 一般人都会赞成这样的观点,生活就是一场赌博。 虽然许多人都不太喜欢赌,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尽可能地避免去赌。 可是,另一些人却恰恰相反,这正是瑞士人的个性。 并不是说所有的瑞士人都拥有这种特性,但是大部分瑞士人爱懂的个性,使之成为了一种国家的特性。 如此多的瑞士人成为了世界银行家,不是因为他们整日困手斗士,而是因为他们敢于面对风险,并加以管理才使之获得成功的。 世界上其实到处都充满着冒险的机会。 瑞士人当然有能力将风险降到最低点,但是他们也知道,如果这样做也将希望降到了最低点,最终也只会一世无常。 你想要在生命当中获得任何的成就,无论是财富,个人地位,还是你可以定义的任何一种收获,你都必须为此投入物质或者是感情上的成本。 金钱,时间,爱,或者是任何其他什么东西。 这是宇宙当中永远不变的定律,没有一种生物可以例外。 毛毛虫想要变成蝴蝶,那么必须要不断地长大,长胖,冒着被鸟吃掉的巨大风险,但是没有办法,这就是自然规律。 而瑞士人的聪明之处呢,就在于他们看到了这一点,并且总结出了有意义的结论。 人的一生不能逃避风险,而应当是谨慎地投入风险。 小心地去赌,保持收益大于损失的原则,去赌,去赢。 那么你可能会问,这真的能够做到吗? 是的,即使是赌,也有公式可循的。 这里用公式似乎好像不太准确,因为这似乎是在暗示一种机械式的行动。 最好呢,咱们还是用哲学这个词。 这种公式或者是哲学,涵盖了12个深奥而神秘的投机定律。 但是请注意,刚知道这些定律的时候,你会感到很吃惊。 他不向任何投资顾问给出的投资建议。 而恰恰相反,他甚至与一般的投资建议完全相悖。 成功的瑞士投机者几乎不太注意那些一般性的投资建议,他们有更好的办法。 苏黎式投机定律这一层呢,其实是源自于瑞士证券和期货投机俱乐部。 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从华尔街收集而来的。 那么本书的作者马克斯·贡特尔的父亲就是这个俱乐部的发起人之一。 瑞士证券与期货投资俱乐部不是一个正式的俱乐部,没有俱乐部的章程,不收会费,也没有具体的会员名单。 它是由一群志同道合,希望发财的男男女女所组成的。 他们认为,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靠打工赚取薪水而支付。 他们不定期地在华尔街的酒吧街聚会聊天,并且分析当时的经济环境和投资策略。 这十二个深奥而神秘的投资定律并不是教你如何选择投资项目,而是从近乎哲学的高度告诉你投资或者投资的心理要质。 对于真正想要通过投资发财的人来说,如何最理性地下注,如何赌赢一定是最重要的。 那么这本书呢,就是投资人士的最佳指南。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十二个深奥而神秘的投资定律。 定律一,如果你对自己从事的投资不感到忧虑,那么就说明你冒的风险肯定不够。 这句话是说呀,投资的资金一定要足,切勿听信专家所谓的用闲置资金投资的建议。 当然,问题在于多少钱才算足呢? 可是我们不妨从反面来思考,如果你用所谓的闲钱十万元来投资股票, 那么请问,今年你可能会赚多少?赚了一两倍又能增加自己的多少财富呢? 干脆直接了当地说,赌小钱绝对赚不到大钱。 你以为如何?但是这么说呢,并非是让你去大赌,而是要告诉你,投机的金额要大到让自己很在意或者是忧虑才行。 而这就是合理或者足够的投资金额。 当然,每一个人所能承受的忧虑程度不同,因此投机的金额也是因人而异的。 这条定律呢,其实涵盖了两项次要原则。 第一,就是你认为已经发掘好了投机机会的时候,尽量下足额的资金。 第二,就是切勿相信所谓的不要把所有的钱放在一个篮子,分散风险的建议。 因为你不是大玩家,过分分散资金,同样也分散获利的机会。 总之,你要学习如何下大赌注,不要怕赔钱,不要怕让自己的心理受到创伤。 事实上,只要你控制得到,最差的状况也不过是使自己再穷一些而已。 但是相反的,获利的机会也将无可限量,甚至可以让自己拖难穷困。 定律二,就是尽早获利了结。 这个定律要求你要节制自己的贪婪心理。 在操作股票的时候,贪婪会表现在股价持续飙涨时的吸收,而原因就是因为怕后悔。 这也就是说,害怕在卖掉股票之后,股票会继续上涨。 那么的确,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有时候呢,他会令人懊恼的寝食难安,甚至还会让有一些人到了口中念念有词的地步。 可是华尔街一直流行的一句话就是,当股票卖掉之后,别再过问股价的涨跌。 华尔街老手的做法,是在经常买进股票的一段时间,不管是赚还是赔,到了自己认为应该结束的时候,就强迫自己结束。 然后让自己好好地放松一番,完全不再过问股市。 根据统计,这段轻松的时间从一两周到一两个月之后不等。 那么至于游戏结束的时间,如何决定呢? 通常的做法是,事先决定自己希望达到的获利率,只要目标一达成,就立刻脱身。 这条定律要告诉你的就是,要求自己在股价攀升到顶点之前脱手。 不要期望命运之神会持续地赐福于你。 由于股票游戏并没有明定的起点或者是终点,一切都要靠你自己去决定。 那么因此呢,你自己就是自己的裁判。 当预定目标达成之后,立即脱手,甚至退场之后,股价持续在飙升,也要抑制自己的贪念,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再次进场。 定律三 当船开始下沉的时候,不要祷告,赶快脱身。 换一句话来说,当股市走势趋恶化的时候,就要立刻脱身,甚至立刻停损认赔,不要让自己再次被套牢。 在这个方面呢,投资人要克服的心理障碍,不只是除了怕股票卖掉之后的立刻反弹。 另外两大心理障碍是,不愿承受小额损失,以及始终盼望股市会反弹而死不承认自己的眼光错误。 事实上呢,买错或者是卖错,它都是很普通的事情,不足大惊小怪,只不过要避免错得太离谱。 欣然接受多次的小额损失,但是要设法刺激搬回来。 华尔街交易员曾经表示,金融操作赚赔的机会都是二分之一,只要能控制再赔小钱而设法赚大钱,这才是赚钱赚在刀口上的道理。 那么这个定律告诉你,当事态转坏的时候,不要再心存侥幸心理,希望情况会好转。 希望是心理创伤的治疗剂,但绝不是从事投机活动的有效工具。 任何从事股票投机的人最好都接受停损作为必要的操作技巧。 第四点,就是人类的行为是无法预测的,绝对不能相信任何预测未来的先知。 分析师或者股市民族经常到处谈论并且预测股市的走势和个股股价的涨跌。 但是一般投资人很少会去检定这些预测的准确度。 检验准确度最好的方法就是照着他们的话去做,看看成功的次数如何,获利性如何。 当然,谁也不会去否认有一些预测的确是准确的。 但是这也不能保证你一定能赚得到钱,不是吗? 不过这个定律要表达的就是,不要相信任何人的预测,甚至不要以此作为自己从事股票或者投机操作的准神。 长远来说,这不会发生效用。 金钱游戏纯属人类行为的范畴根本无法预测。 华尔街人士的建议是,价格涨跌变化的排面永远是最正确的参考,不要根据任何对未来的预测来决定投机行动的方针。 最好是面对事实迅速地做出反应,以此来决定行动的方向。 那么因此,比较正确的形态是,我有理由相信这样做会成功,而不是根据分析师的预测,我认为这样做一定会成功。 当事与愿违的时候,别忘了咱们之前说过的定律三的立即停损。 定律五,混乱并不威胁,相信规律才危险。 咱们简单地来说,任何金融工具的走势绝对不存在所谓的规律,也没有可以绝对保证获利的公式可寻。 过分地相信或者是依赖某种公式或者是诀窍,长远来看也都不会有效。 相信股市走势有规律的存在的心理,肯定是假定了历史会重演。 许多专家经常会研究以往造成涨跌的原因,而后期待只要这些原因反复出现,大事也会因此涨跌。 不过,在你接受任何这类说法的时候,不妨自己问自己,为什么成千上万的聪明人穷数十年之经历研究却未因此而支付呢? 或许这样就能够让自己的脑筋清醒一点,不要轻易相信这种说法。 此外,也不要太相信所谓的技术分析。 事实上,技术分析也只不过是研究过去价格走势所形成的技术形态,比如说头肩顶,三角形,来决定你买进买出的操作技巧而已。 事实上,你不妨照着做做看,试试准确性如何。 不合,其实,成功的机会仍然是二分之一,各种走势形态,事后看来或者解释起来,那都是头头事的。 另外,也不可轻易地相信以下两种说法。 第一,就是认为股价走势必然是某些前因所造成。 其二,就是认为自己的运气来临了。 总之,投机活动绝无公式可循。 在从事任何投机活动之前,你都必须要深思熟虑,只要自己确定这是有潜力的机会,便慷慨下注。 记住,投资绝不可能在规律的情况下进行,你一定会面临无数混乱的局面,而只要你自己保持清醒,那么就能避免受创过深。 定律六,就是不要让资金陷在某个投机工具之上,随时保持机动性。 只要你的资金陷在某项投机工具上,那么机会成本就会很高,因为资金会被卡死,从而让你失去投入其他获利更高的机会。 一般经验显示,一个人越忠情于某项投机工具,那么就越不可能成为一个接触的投机者。 那么在这一方面,任何人都要克服的心理障碍就是,不要因为个人的偏好而将资金泄在已经没有希望的投机工具之上。 另一方面,只要发觉有吸引你的投机机会横在眼前,那么就要毫不犹豫地脱掉原来的繁荣。 这个定律是希望你随时提高警觉,看一看周遭的一切,不要因为自己的偏好而阻碍了其他的投机活动。 所有的投机机会都要经过审慎的思考,切勿因为一些无谓的理由而阻碍了个人的行动。 情势对自己不利的时候要勇于脱身,不要让自己陷得太深,无法全身而退。 定律七,只要是能够合理解释的直觉或者是预感,就可以作为投机活动的依据。 这个定律,相信直觉可能会是从事投机活动时有效的指导,绝不可以因为它听起来有点愚蠢而等闲适智。 当直觉或者是预感降临的时候,不妨自己问一问自己,它从何而来? 如果你的确在平常的时间对于某些投机工具曾经寄予相当程度的关切或者是研究,甚至对它有某种程度的掌握的时候,那就不妨相信自己的直觉。 当然,它也不会百分之百的正确。 但是要注意的是,不要把希望和直觉混为一谈。 通常人在对某件事情怀有相当程度的渴望的时候,就会产生希望,而轻易地相信这件事一定会发生。 比较值得参考的鉴别方法就是,只要你认为自己渴望的事即将发生的时候,这种心理就应该以怀疑的态度看待。 相反的,当直觉告诉你,事态的发展会和你希望的方面相反的时候,这种直觉就往往很可靠了。 那么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原理,它告诉你不要忽略直觉或者是预感在投机活动当中所扮演的角色,而你要必须以怀疑和谨慎的态度来对待它。 通常直觉都是从你个人以往经验当中所延伸出来的,只是你不知道它真正的来历罢了。 当强烈的直觉指引你的时候,只要能够合理地加以解释,不妨就相信它,试试看。 定律八,明信股市的涨跌受超自然力支配,这是不可能的。 这个定律呢,要你别过分相信具有神秘色彩的预言。 从七八年开始,流行用紫微斗数判断股市走势,但是到底准确性如何呢,似乎也没有人在意。 一般投资人在这方面所犯下的偏薄呀,都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 其实呢,你自己做预测也不见得会很离谱。 如果这些预言家的预言的确有效,那么他们早就发了。 因此,别对求神问卦的结果估计得太高。 不过,如果你可以淡然处置,那么你也可以从中享受到一些乐趣。 圣经上有一句话说, 撒旦的归撒旦,上帝的归上帝。 最好还是把金钱世界和信仰世界分得清楚一些,毕竟它不会带来太大的作用。 有的时候呢,当许多人都迷信某天股市行情会崩盘的时候,也的确是会有影响力的。 但是人不至于会坏到无可收拾的残局。 过分迷信的坏处啊,就是它会让你失去投机的警觉性, 而在毫无提防的情况下,让自己陷入了绝界。 投机最值得信赖的伙伴仍然是自己的智慧。 定律九 预期最佳状况会发生就是乐观,而信心则是知道如何去处理最坏的状况,绝不要因为乐观而采取投机活动。 乐观的人啊,经常受人赞美,但是在金钱世界里呢,过分乐观不会令你有所收获。 以七八年的选举行情为例,利多与长江的极端乐观,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 当每一个人都陷入极端乐观的情绪之中时,不妨去反向地思考,或许反面才是对的。 当每一个人都很乐观的时候,自己也很容易因此而丧失独立的判断力。 在从事投机活动的时候,不妨你先考虑好,当事态恶化的时候,要如何处理。 如果可以找到答案,那么你就成为了一个有信心的投机者。 定律十 不要跟着群众走,他们也会犯错。 持这种态度的人呢,经常会被指责为过于自负。 而在金钱世界里,自负并不是一个人的缺点。 不过当个人的看法与群众相依的时候,的确会为自己造成相当的压力。 在自负方面,有一个原则是可以确立的。 也就是,最佳的进场时机,经常是当群众都不愿意进场的时刻。 活想七八年台湾股市在11月14号的指数高峰10499.58点,跌到了12月11号的8176.08点。 当时悲观的气氛最浓烈的时候,是否就是最佳的进场时机呢? 定律十一 失败的时候不要气泪,设法忘掉失败的痛苦重新再来。 用俗话说,就是要有毅力。 从事投机活动,绝不可以心存一次成功的心理。 华尔街许多杰出的交易员早年都曾经数度破产,但是他们却能用不断的尝试,学习并且改变自己的个性,终于成为了出类拔萃的人。 可是,要记住,毅力不能和顽固混为一谈。 典型的顽固就是不承认自己投资所犯下的错误,甚至设想要逢低成绩,拉低平均成本。 这种做法在情势转坏的时候会显得特别吃重,甚至会损失惨重。 注意,这条定律和定律三,也就是立刻停损认赔的差别。 定律十二,长期的计划会让人产生未来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幻觉,绝不要为自己做长期的计划。 事实上,你真正需要的长期计划应该是以钱本身作为关切的焦点,也就是要致富的意愿,要尽量地避免从事长期的投资。 只要有好机会就大胆地投入,事态转换就立刻地抽身,人嘛,要随时保持致富的高度企图性。 如何致富,其实是无法事先了解或者说是计划的,那么你需要知道的事情呢,只不过是总有一天你会发财。 咱们套一句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的话来说,长期我们都死了。 那么以上就是苏黎氏投机定律当中的12条主要定律。 刚开始的时候啊,这些定律呢,只是俱乐部里边的随机性聊天话题。 他们把这些法则当作娱乐,可是逐渐的,有些东西变得明确了。 大家养成了在从事投机时的一种习惯,也就是对自己和彼此怀疑。 为什么你现在买黄金,为什么你这样做而不那样做呢? 他们迫使每个人都说出了自己当时的思路,并且总结为他们的指导原则。 一系列的规矩因此而逐渐形成,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变得更加的简短,更加的尖锐,更加的有条不紊。 现在已经没有人记得当时是谁完成了苏黎氏投机定律。 但是这个名称呢,已经是众所周知,一直沿用到了现在。 近几年来啊,这些规则的内容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一般认定了这就是最后的形式,也就是12条主要定律和16条次要定律,它们的价值可以说是数不清倒不完的,每次读它,感觉都在不断地增加。 其中确实有真理存在,它不仅是一种投机哲理,实际上呢,也是一条成功之路,它的确已经使许多人走上了致富的道路。 以上就是苏黎氏投机定律的相关内容,供你参考,希望对你有所帮助。